明報社評 內地城鎮人均預期壽命已超過80歲 而各機關企業還在源用1978年定定的法定退休年齡 職男性60歲、女性職工50歲和幹部55歲 隨著老齡化社會已到來,出生率逐年下降 社保基金入不夫之情況也越趨嚴重 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原定在上一個五年規劃期間出台 至今仍在指紋樓梯在階段 剛公布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明確表明要在未來五年內實施 但按目前進展,能否如期實在令人擔憂? 此個關乎萬千職工生計 以及國家財政穩健的政策 不能一拖再拖了 蘋果頭條 繼日前廣華醫院急症室有長者等入院期間死亡 公立醫院再爆出一宗等到死事故 韋爾斯親王醫院去年一名69歲男病人 獲急症室分類維持緊急 但後診期間一度停止呼吸 搶救後才發現腦部已嚴重出血 數小時候宣告不止 院方記錄顯示 分流站未有記錄病人服食薄血藥 而知錯誤分級 忽視出血性中風危機 急症失憶而因無持續監察病人病情變化 導致嫌疑出事 院方回覆 覆核當日紀錄後 應為急症失醫護人員以評估及 根據病人當時的情況作出相應處理 正安排與家屬會面 東方政論 忍之心 人皆有知 唯獨冷血官員無心無靈魂 莫視動物受虐待 放生兇徒 更進而帶頭約束 本部連日重點報導 西貢流浪牛遭遇護署綁上追蹤頸圈 猶豫緊沽咒 痛苦落淚 引起公憤 但如護署一二孤行 他聽民意 全城忍無可忍 紛紛採取行動 誓要為牛隻盡快解咒 蓋隻編號531流淚牛慘放暴光雨一星期 依然未有改善 西貢區議員看不過眼 區會核下環境衛生 氣候變化及漁農委員會於本月18日舉行會議 有區議員就事件向漁護處質詢 促請處方要改善頸圈的舒適度及重量 星島社論 本港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計劃已開展28日 已接種首針的市民最快本週起陸續接種第二針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多名司局長 以及行政會議非官首成員 今早會在政府總部接種第二劑科興疫苗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 共同召集人恐繁毅、建圖、作指 根據外國數據 預料第二針的副作用或較第一針多 呼籲接種者可請假休息半天或一天 經濟社評 為其兩天的中美阿拉斯加會談結束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 主任楊潔遲開手時用了16分鐘 打開天窗說亮話 一套緊貼與會前美國四出拉攏其他國家 抹黑中國又制裁中港24名官員等連番屈 結合不合外交禮儀的對待 相信中國希望化被動為主動 爭取今後應對美國時 建立起碼互相尊重的新方式 但雙方如何能維持鬥而不破的格局 再環保、疫情等範疇合作共贏 須小心平衡取捨、摸索新經驗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控油去屍、固法、欲法、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請去買掛開 1個月